在我们学习《绝句》这首古诗时 我为大家出示了一组有关春天的词语 那么今天我再为大家呈现一组词语 烈日当空 绿树成阴 小河出阵 缠冥阵阵 你又有什么发现吗 是的 这一组词语都和夏天有关 夏天是个火热的季节 是充满活力的季节 有不少的大诗人 用自己的笔墨描写夏天 比如 宋代诗人杨曼里写的小池 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背 小池 全眼无声 西细流 树荫照水 爱情柔 小河 财路 尖尖角 早有 蜻蜓 早有蜻蜓 立上头 再比如 唐代诗人 王昌林所写的 彩莲曲 请大家和我一起读背 彩莲曲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首 关于夏天的古诗 诗题叫 三渠 道中 这个题目 是什么意思呢 结合注释 我们知道 三渠 是一个地名 在浙江省 境内 有三渠山 所以 又叫三渠 三渠道中的意思 就是指 三渠山的道路上 这首诗的作者 是宋代诗人 曾鸡 请大家 跟我念一念 他的名字 曾鸡 曾鸡 自吉府 自号 茶山居士 南宋诗人 其先 贷州人 喜居 河南府 曾鸡 学识渊博 勤于正事 助有 茶山吉 下面 我们一起来 读一读 这首古诗 我给大家 提两点 自读要求 一 大声读 把字音 读准确 诗句 读通顺 二 自由读 勾画 不理解的 字 词 借助工具书 自学 好 下面 就请同学们 开始自学 这首古诗 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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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都读完了 你们看 这四个字是我们今天要会认的字 请大家和我来读 再读一遍 我们还可以通过行进字对比来记住他们 下面 下面我们再来写 翻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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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水 在写的时候最好有一定的弧度 我们再来写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写 走一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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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把这些声字放入到诗句当中 读一读 在读的时候 要注意读出诗的节奏感 下面呢 下面就请同学们带着这几个问题再来读一读这首古诗 开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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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应该是天天下雨 而作者 本应该天天下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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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